001 The Hermit Sumidha Makes His Aspiration 苏彌陀影视 伊恩著《极善慧影视》 果德玛佛陀四阿森之十万大劫前的前世 以身作路功仰然登佛 他当时已经修行到能使用神通了 但是为了表达对然登佛的尊敬 不使用神通修路 他身后那位女子应该就是耶稣陀罗的前世 当时他一看到苏彌陀影视就非常喜欢他 于是把自己用来供养然登佛的莲花 分了一大半给苏彌陀影视 然登佛对苏彌陀影视预言说 这位女子将深深世事都跟着你 无论他哪身作为你的妻子 都会贤惠而美丽 然登佛后来并没有从苏彌陀影视身上踏过 而是在为他受祭之后 恭敬的又绕而过 按照上座布佛教的标准 只有像苏彌陀影视那样 正是得到一位佛陀的受祭 才能被称为菩萨 002 Queen Mahamaaya's Dream 皇后摩赫摩耶的梦 伊恩住夜梦白相菩萨入胎 003 The Birth of the Bodhisattva 菩萨出身 004 Call a Day Below the Hermit Being Shown the Newborn Bodhisattva 修行者卡拉德维拉位刚出身的菩萨看向 伊恩住也就是阿斯陀仙人 他已经证得了 非想非非想触定 而且知道自己要过世在佛陀正道之前 正的这种定的外道沙门一般会转身在与他相应的天界中 而该处天界因为不存在物质 所以无法聆听佛陀的教导 他因此而垂泪 005 The Bodhisattva enturing the Attainments under the Rose Apple Tree 菩萨又粘在岩幅树下自行进入出禅 006 The Bodhisattva picking up the goose wounded by Daphadatta 菩萨抱起被提婆达多社中的白鹅 007 The Bodhisattva Displaying his Archery Skill 菩萨展示天生建议 008 Taming the Wild Stallion 菩萨驯服列马 009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the Bodhisattva The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Yusattva 当时还是王子的菩萨和耶稣 雕陀罗公主成婚 010 The Four Omens The Old Man The Sick Man The Dead Man And The Recluse Pickle 菩萨出游 有遇到的四大士乡 病人 死者 老人 和修行者 彼库 011 The Bodhisattva's last look at his son before going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菩萨出家而为无家前 望向儿子的最后一眼 012 Renunciation of the head hair 菩萨出皇宫后 自行断发 表示出家 013 Encounter with King Bimbaisara 菩萨遇到宾比萨拉国王 伊恩柱 答应成道之后再去见他 当时菩萨起时经过望宫 兵比萨拉国王 他比菩萨小五岁 见道菩萨像帽举止庄严 身为触动 就派人跟随到菩萨的休息处 想封刺他一个宫廷高官 菩萨拒绝了这个 并且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和志向 014 Learning The Seven Attendments from the Hermit of the Koloma Lineage 从卡拉玛传承的沙门 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七种定 无所有触定 伊恩柱 向外道导师阿罗罗 加罗摩 015 Learning The Eight Attentment 学习四禅八定中的第八种定 非想非非想触定 伊恩柱 向外道导师玉陀佳 罗摩子 016 Practicing the Caricaria Austeraseticism 修习苦行 饥饿行法 017 A Magnificent Dream 菩萨成道之前五大浴室梦之一 投枕雪山 首达两海 018 The Dreams 菩萨成道之前五大浴室梦之 附身曼藤 猪鸟化白 重躯 象征重身 环绕 射份山不染 019 Offering of Milk Rice by Sujita The Wealthy Man's Daughter 沉道前接受大副长者之女苏亚塔的乳洲供养 020 Vanquishing Victory Over Prince Mara 战胜天魔王的诸魔君 伊恩柱 佛陀在记中提到过十大魔君的名字 第一君 爱玉 第二君 不乐 第三君 饥渴 第四君 可爱 第五君 昏尘 第六君 恐惧 第七君 怀疑 第八君 恶毒顽固 第九君 明文立养 第十君 自赞贬塌 那时佛陀还未成道 没有什么超凡能力 他以凡人之躯 面对这些魔君时的态度是 我会不退之战旗 我说习命未可耻 宁可战死于沙场 不愿失败而苟活 据说当时佛陀吃过乳粥之后 就仰手将波鱼器在河中 意味着若不成道 这就是他吃的最后一餐 SN3比2 经典里也记载有很多后来的阿拉罕在正果之前 都有这种不成道宁可死的心态和做法 雷迪长老的著述里有提到这种心态实际上就是四神族之一 欲神族的体现 021 E-Attaining Buddhahood Enlightenment 正道成佛 觉悟 022 Victory over Mara's Three Daughters 无视天魔王三个女儿的诱惑 Ean Chu 据说当时这三位他画自在天的天女 变化出所有年龄段有可能对男性形成诱惑的女性形态 用尽所有的方式试图打动佛陀 天魔所在的他画自在天是欲界天最高等的一层 经典里有提到 和欲界天的天女相比 凡俗世界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都会显得像猕猴一样难看 后来有位老婆罗门叫马甘迪 想把她美丽的女儿嫁给佛陀时 佛陀就提到这件事 说即使是当时那样的天女我都不再动心 何况你的女儿参见后徒 023 Offering of Rice Cakes by Two Merchants 两位商人供养米糕 Ean Chu 他们是此世间最早的皈依者 当时世尊手里还没有容器兽时 而历代诸佛都不以手直接接东西吃 所以土里佛陀有点不收的意思 随后四大天王各带了一个波线给世尊 相传世尊将四波画和味 亦然后受食 024 Encounter with You Pakataka 遇到有帕卡塔卡 Ean Chu 世尊成道后 前网路也愿度画五笔库图中遇到的一个沙门 那时世尊还未开始红法 这位沙门问世尊学的是谁的教法 世尊回答 我于世间无有师 也无与我同等者 这位沙门回答 朋友 但愿如此 似乎不太愿意相信 025 Delivering the Dhammakaka Sermon to the Five Disciples 相伦也愿无比库出次传法 026 Well Seaman S. Sanyasa and his family meeting the Buddha 大父长者之子耶舍和他的一家遇见佛陀 027 Dispatching of the Sangha on missionary works 派遣僧团前往各地洪法 028 Venerable Europhile Kusapa Admonishing the Serpent King in the Tindershed 佛陀在幽楼平罗家业的草堂中降伏蛇王 1N住 英文原文可能有误 原文直译是 幽楼平罗家业尊者在草堂中劝说蛇王 029 The Ordination of Europhilek 渡化幽楼平罗家业 030 The Brothers Nady Kusapa and Gay Akusapa Find Plates of Hair Floating Down from Upstream 纳迪迦夜和加亚家业看到从上游流下的虚发 1N住 上述幽楼平罗家业是他们的兄长 这三位家业是当时一个外道修行团的首领 老大幽楼平罗家业归依世尊之后 剔除虚发 让虚发随西流而下 他的二个家业弟弟看到虚发之后 赶紧去探望哥哥 然后也都随哥哥归依了世尊 031 Encounter with King Bambisara 会见兵比萨拉国王 032 Meeting of S.A.G. Thera and the Future Sorry Buddha Thera 还未出家的舍利福长老遇到阿沙基长老 1N住 舍利福尊者就是这时候听到那首有名的记 诸法因缘声 证悟出果须陀汉 033 King Satana The Buddha's father Inviting the Buddha to the palace After expressing disapproval of setting out on the arms round 静犯王 Telling him to ask the Buddha for inheritance 耶稣陀罗为佛陀的儿子指出父亲 并让他去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6 Prince Rahul asking for his inheritance 罗侯罗王子向佛陀求取祭成全 037 Ordination of the Six Princess Annapoli The Barber The Barber T度是家族的六位王子和李发师五八离 E恩住即送出绿藏的那位长老 038 038 The Wealthy Anathaping Dukka Purchasing Land for a Monastery 大富豪给独孤长者以金币覆盖地面的方式 购下园林献给世尊座位寺院 E恩住即支驼林给孤独园 当时是向支驼太子购买这个园林 支驼太子说除非用金币覆盖整个园林 否则不卖 给孤独长者就真的拖了大批金币来覆盖地面 当金币覆盖到还差最后一块地皮的时候 支驼太子说不用再拖金币来了 剩下这块的就算是他供养的 如图情形 Ease to the Townspeople of Coppoli and Collier 向卡帕里和科里亚的村民宣讲有关和平的法 E恩住 中间那条河叫罗西尼 同时灌溉河岸两边的田地 这二族村民为了河水几乎要起流血冲突的时候 佛陀制止了他们 佛陀后来轮流在两个村子住流 各有不少民众皈依 040 Wealthy Man and His People Come to Challenge Doctrine 一个妇人带着她的人马来质疑教义 045 Verbo Pindala Obtaining the Sandowood Arms Bowl of the Wealthy Man of Rajagha 宾渡拉尊者用神通取得王舍成一个富豪的城乡木钵鱼 E恩住 那个妇人设置了一个活动 把一个城乡木钵鱼放在一个高杆之上 挑战任何当时的修行者 看谁有能力把她拿下来 宾渡拉尊者在木剑连尊者的推让下 用神通扶空上去把她取了下来 佛陀则被她滥用神通 那个城乡木钵鱼后来被交给僧团研磨成城乡木粉糕 分二110F DHA3201FF J4263 042 Broman Magandian Wife Offering Their Daughter to the Buddha 婆罗门马甘迪夫妇想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佛陀 043 Queen Magandie Ordering the Drunkers to Her Vituperations at the Buddha 马甘迪王后命令一群罪汉去辱骂佛陀 以恩柱 这位马甘迪小姐据说非常漂亮 无数贵族妇人追求都不放在眼里 她的父母本来想把她许配给佛陀 佛陀为他们说法之后 她的父母证悟阿娜喊果 并且随佛陀出家不久后证悟阿拉喊果 但是佛陀的拒绝让这位马甘迪小姐深感耻辱 后来她成了高沙比国王的第三个王后 一直找机会报复佛陀和她的信众 044 The Female Wondering Aesthetic Syncomenica Accusing the Buddha 女游方行者辛卡玛纳卡北棒佛陀 伊恩柱 一个外道团体因为佛陀削弱了他们的供养 所以让这位女子来毁坏佛陀的名声 这位女子故意让别人看到她晚上往寺院的方向走 早上从寺院的方向回来 然后几个月后 用木头绑在肚子上装作怀孕的样子 在佛陀对大众说法的时候跑去指责佛陀不负责任 后来帝世天让一头耗子咬断了她绑木头的绳子让她露线 据说她被赶出寺院门的时候就堕入的狱 这女子前世也曾经对菩萨做过类似的事 DHA 3 178 F J4 187 F 1-69 045 Heretics Parading Town with the body of the female wandering ascetic son Harry and hurling accusations at the Buddha 尤方沙门抬着一个女尤方沙门孙陀丽的尸体在村子里游行 散布对佛陀的谣言 伊恩住 他们先让这位女外道被人看到经常出入寺院 然后把她谋害之后 对众人说这是僧团 对她行了欲邪行之后又杀了她 佛陀让彼库在被辱骂的时候回答 说谎之人堕得欲 说此恶是非我为者亦然 二者命终于来世 将如恶徒痛下场 并预言这谣言最多持续7日 后来果然谣言7日平息 UD4-8 046 Body Prince inviting the Buddha to his abode across a walkway of white cloth 菩提王子 用白色伯布铺的邀请佛陀前往他的住所 伊恩住 菩提王子用白伯布铺的邀请佛陀进他的宫殿应宫 三次请佛陀踏上伯布而入 佛陀都静默不动 阿南达尊者于是告诉王子 如来不踏伯布之道 让他撤去伯布 如图的首饰 王子供养后 问佛陀要多久才能正道 佛陀回答 只要具备五种精情 有性 不病 不奸诈 有情 有慧 就可能在七年之内实现 047 The Conversion of the Ogre Alifaka 度化矿野夜叉阿拉瓦卡 伊恩住 世尊当时在矿野中这名夜叉的住处里 这名夜叉刚开始企图直接用暴力驱逐 世尊 但是发现用最强大的法宝都无法伤害世尊 于是他问世尊如何才能解脱痛苦 什么样才是最好的生活 什么是最好的宝物 如何才能在死亡的时候不忧愁等等问题 世尊为他说法 他皈依为幽婆塞 小布萨特尼普特1.10 048 The Buddha being reproved by the teacher but lauded by the pupil 外道师将指摘佛陀 学子却赞叹佛陀 049 The Conversion of the Bandit and Gulamala 停下 佛陀回答 我已经停下了 现在是你该停下 指对方所行的夜 昂古利马拉本来也是高等种姓出身 教育良好 但是受外道影响 认为要杀满一千个人 用牺牲者的指头串成相环 这样可以升天 当时他已经杀了999人 造成当的巨大的恐慌 国王都派军队来抓他 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杀 即将对他自己母亲 可能是土里远方那位 下手的时候 佛陀及时出现度化了他 后来他成功证悟阿拉罕国 050 On being queried the death of one's father The Buddha breaks a pot of butter And an earthen pot and delivers a sermon 当被询问有关一民众 支付死后归宿的问题时 佛陀打破一个黄油罐和一个陶土罐 借此来进行说法 051 The citizens preventing King Puckusati from going to the Buddha 民众想阻止普库萨提国王去找佛陀 伊恩著 这图可能反映的是佛因尊者 对这事的注释版本 当时普库萨提国王是和兵比萨拉国王 同时代的一个国王 塔卡希拉国 两国国王通过商旅往来而交情日生 虽然从未谋面 普库萨提国王有一次送了极其昂贵的礼物 给兵比萨拉王 兵比萨拉王感到实在没有能对等的东西回赠 于是他把佛陀的教法明刻在黄金叠片上送给普库萨提王 普库萨提王读了之后 顿时失去对王位的兴趣 自行落发 步行192游巡去王舍城找佛陀 土里可能是他的民众在试图挽留他 佛陀当时在沙瓦提城 不在王舍城 他用天眼之道这事后 就主动步行去找普库萨提 并为他说法 普库萨提后来被一头风牛顶死 此时已经是阿纳寒圣者 MA2979FF 052 Echo Suparad Vahari Proving the Buddha 阿库萨巴拉多亚质疑佛陀 伊恩著 这位婆罗门有个兄弟 因为其妻子崇敬佛陀而心生不满 跑去和佛陀辩论 问佛陀 沙什麽可以得安稳和无忧 佛陀回答 沙称恨可以得安稳无忧 他的兄弟因此尽福归伊 出家未森 这位阿库萨巴拉多亚婆罗门因而感到非常愤怒 就跑去辱骂佛陀 也被佛陀劝福归伊 他的二个弟弟因为兄长出家也愤怒的跑来辱骂佛陀 同样为佛陀所折服归伊出家 这四兄弟后来都真的阿拉罕过 僧团后来在议论这件奇妙的事情时 佛陀告诉他们 因为佛陀具有忍辱之力 所以在罪恶之群里无有罪恶 能以真谛作为众人的皈依 DHAV 399 053RJJJTRA AND THE QUEEN SAMEFERTY 买花侍女库竹达拉和王后沙玛瓦提 伊恩柱 库竹达拉是负责给当时高沙比国王的王后沙玛瓦提买花的侍女 她总是拿了八个金币却只买四个金币的花 贪污掉一半 后来遇到佛陀说法 当场证悟出果 第一件事就是买足八个金币的花 然后坦白自己之前的错误 图中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一幕 王后沙玛瓦提为此处动 让她每天去听佛陀说法 回来给自己复述 库竹达拉复述的经文收集为现在的 如是语今 而沙玛瓦提王后就是后来著名的修慈心第一的女弟子 慈心之力强盗 国王因误解而射向她的毒箭都被反弹回去 国王也因这件骑士而皈依佛陀 054 Stepmother go to my request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Picuni Order and being Ordained a Picuni 佛陀的乙母狗达米请求成立彼库尼僧团 并受戒成为一名彼库尼 伊恩著 左上图示阿南达尊者 带她求佛陀允许女众出家 佛陀考虑到女众出家会影响正法 在这世界驻流的时间而连续拒绝了三次 阿南达尊者提及狗达米对佛陀早年的养育之恩 而再三请求佛陀中答应 但为比库尼设了八禁法 以尽量削弱此事的负面影响 右下图示狗达米受戒的情形 她并不以一般比库尼受剧戒的方式来出家 而只是答应接受八禁法 后来有比库尼质疑她的受戒方式 佛陀说她能接受八禁法 就是受剧戒 055 Delivering a Sermon to the Queen Kimma 向科马王后说法 伊恩著 科马王后是佛陀女弟子中的二位上手之一 称谓智慧第一 相当于男弟子中设立佛尊者的地位 途中应该是她第一次听佛说法的情形 科马王后之前非常为自己的美丽而自负 佛陀知道她的心念 所以用神通变出一位比她美得多的女子在身后摇善 科马深感不如的时候 佛陀让她看到这位女子迅速从年轻貌美变到中年 再到老年摔朽死亡 土里右边三位女子应该是表示一个时间次第过程 科马王后因此受到极大的触动 佛陀趁机向她说法 她在第一段说法结束的时候 正的出果 第二段说法结束的时候 直接正到阿拉罕果 并且随后出家成为比库尼 她这样迅速的正果 是因为素世以来已经累积了极强的波罗蜜 九十一节前她就曾经是当时的维巴西佛的弟子 这一节前三位佛陀在世的时候 她也曾经服务过僧团 她过去世也曾经做过菩萨的妻子 那一世菩萨和她两人修死随念的境界都很高 056 Pathachar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帕达卡利来到佛陀面前 伊恩柱 这位帕达卡利是沙瓦提成一位大富商的女儿 年轻的时候和家里一位男普斯奔生子 在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遇到一场暴风雨 她丈夫在砍树给她搭棚子的时候被毒蛇咬死 第二天她带孩子们渡河的时候 刚生下来的孩子被老鹰叼走 第一个孩子则被河水冲走 她悲痛的回到娘家沙瓦提成里 又得知她父母一家也在那场暴风雨里被倒塌 她的房子全部压死 短期内连续的巨大打击让她顿时疯掉 扯碎了自己的衣裳到处哭喊 当时佛陀正在沙瓦提成给孤独原理说法 她让众人不要阻拦帕达卡利 让她跑到自己面前来 然后一句话就让她恢复了神智 并且告诉她 多生以来你因为失去亲人而流过的泪水 比四大洋的海水还多 所以亲人子女都不会是人生的依赖 你为何还在放异 DHP Call Me 2-268 BL-255 帕达卡利当场证悟出国 后来出家精进 在一次休息前用针波灭油灯的瞬间证悟阿拉罕 她是女弟子里 持绿第一 相当于男弟子里 伍巴黎尊者的地位 057K Sagatam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uddha 吉沙 狗达米来到佛陀面前 伊恩柱 吉沙 狗达米婚前贫穷 男的一位妇人看上了她 和她成婚 但是她一直得不到夫家的认同 直到她生下了一个男孩 夫家终于因此接纳了她 故她非常重视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不幸因病去世的时候 吉沙 狗达米感到无法接受 一直指着的要向人们讨要想复活儿子 最后她去请求佛陀 佛陀说只要她能拿到 没有死过人的家庭所拥有的一点戒菜籽 就可以用她制好儿子 吉沙 狗达米跑遍全程也找不到这样的家庭 最后她终于领悟到佛陀想要她知道的道理 回到佛陀那里 佛陀问她找到戒菜籽了吗 她回答 戒菜籽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请允我出家受戒 佛陀于是对她说法 让她证悟了出果 吉沙 狗达米后来出家精进 证悟了阿拉罕果 058 Befriending the Farmer 教住跟着 伊恩住 这里没有提到名字 所以个人从画面推测是佛陀成到第十一年的时候 在王舍城南山脱波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跟着波罗多波色在组织大规模的跟离作业 世尊前往托波的时候 他们正在田间用餐 于是他们对世尊说 我们要这么心情跟离才能得到东西吃 你也应该这样劳动才能得到收获 世尊用记回答说 我也在根离播种 土里的姿势 智慧就是我的恶和离 正念是我的锄头和边 这样的耕耘 圣地就是我的收成 不死的甘露会是成果 跟着波罗多波色因而折服 用同波圣周要供养世尊 但世尊因为这次供养是先送祭才得到 所以依诸佛惯力不能接受这样的供养 并预言这周已经变的有毒 他让对方把这周到在无生物的水里 入水的时候出现这周有毒的迹象 跟着波罗多波色因而感到恐惧 归依世尊而出家 后来震得阿拉罕果 SNE比4 S7点11分 059 Meeting The Sanitation Worker Sounita 陆域清扫宫苏尼塔 伊恩柱 苏尼塔是王舍成一个石花叶家族的成员 他当时正在从事极其困苦和低贱的街道清扫工作 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的前置 于是在一个清晨他正在扫得的时候特地前去见他 他看到佛陀的时候敬畏的无的自容 佛陀问他要不要出家成为一名笔库 他狂喜地答应了 佛陀带他回到寺院 给了他一个禅修的夜处 他依此证悟了阿拉罕果 从此许许多多的人和神都来敬拜他 他此生的低贱是因为过去是曾经对一位屁之佛说过不尽的话 MAC VSS 620年3月1 MAC AI 540F 060 The Samana Rassopaka being abandoned in the cemetery with a corpse 沙马内拉苏帕卡和一具尸体一起被丢弃在墓地里 伊恩柱 苏帕卡在巴黎文里是 建民的意思 因为他是一名墓地工作者的儿子 古印度一般从事这类 不仅行业的都是低等种姓 他出生四个月的时候 父亲就突然去世了 他被叔叔收养 在他七岁大的时候 因为和叔叔的孩子争吵 所以他叔叔把他和一具尸体捆在一起丢在墓地里 想让柴狗把他们一起吃掉 午夜柴狗群出现 他吓得大哭 佛陀观到他有成就阿拉罕果的前置 于是设法营救了他 土里似乎是派遣一对笔库去救他 另外各记载是直接对他放了一道光 让他得到力量自己振脱了绑腹 然后来到佛陀的住所 那时他振得了出果 他妈妈后来去找他 找不到 就去问佛陀 佛陀先把苏帕卡隐身在一边 然后对他妈妈说法 他妈妈因此证的出果 而苏帕卡同时证的阿拉罕果 苏帕卡的前一世是一位精通废陀的婆罗门 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 就在不久前 当时佛陀遇见到他很快就要过世 所以前去见他 苏帕卡的前世向佛陀撒花位做表示尊敬 佛陀对他说法之后从空中离开 他过世之后就转身为这一生七岁正果的苏帕卡 LAC VSS 480年6月 LAC AI 477F API 64F KH PA 76 DHA 476F 061 VENERABLE ALMONDA RECEIVING OFFERING OF WATER FROM THE MAIDEN OF LOCAST 阿南达尊者向一位低等种姓的女子托波药水 伊恩著 这图可能反映的是被传经典里记载的摩登佳女的故事 南传经典里个人暂时未读到类似记录 这位女子据说明叫波吉蒂 阿南达尊者当时不在乎对方种姓卑微 依然向她托波 她被阿南的风采迷住 用了各种方法想要诱惑她 包括让她的外道母亲使用幻术迷惑阿南达尊者 佛陀后来告诉她阿南达是未修行者 她也必须出家修行才能和她般配 她修行之后觉悟到自己的愚痴 主动放弃了之前的想法 062 THE UNHOSOME CHEMIC RESULT VIPACA OF VENERABLE CONDEDENA 坎达多纳尊者不善素叶的果报 以恩著坎达多纳尊者前世曾经是一位的居天 当时她看到有两位比库亲密无间 所以想试探他们的友谊 于是当其中一位比库暂时离开 另一位比库进到一处灵子里去的时候 她变成一位女子 衣冠不整的从那个灵子里出来 让另一位比库误认为她那位朋友借行不尽 这一不善业的果报 让坎达多纳尊者此生出家脱波的时候 总会让别人看到她身后有一名女子 像她女友一样在跟着她 如图所示 她其实只是一个幻影 而她自己却什么也看不到 这个现象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非议和烦恼 图右边的几个人就在纷纷议论 后来高沙拉国的国王巴谢纳的听说之后 亲自前来测试 证实那女子只是一种夜暴造成的幻影 于是她发心供养坎达多纳尊者 让她不必再承受外出脱波带来的麻烦 坎达多纳尊者也因此得以专注精进 证悟了阿拉罕国 从那之后 那个女子的幻影就不再出现了 AAI 146FF NAK AI 62FF Also API 81F NAK 15 063 The Buddha and the Old Broman who was searching for his lost cattle 佛陀和一位正在寻找丢失牛纸的老婆罗门 伊恩柱 这可能是出自北传 《咸鱼经》 《非南传同明经》 的典故 这位老婆罗门家境贫寒 中日受恶妻辱骂 所生的七个女儿嫁出去后 又不断回家讨着讨那增加负担 印度人嫁女儿要支付沉重的嫁妆 否则女儿再夫家没地位 她那日借了头牛耕地 又不慎丢失 所以深感自己怎么如此不幸 找牛的时候看到佛陀平静的坐在树下 觉得佛陀才是最快乐的人 佛陀读到他的心念 就邀请他出家 并且为他说法 他当场证悟了阿拉罕国 这位老婆罗门过去生也受过佛陀的恩典 当时佛陀是一个国王 他是一个因为无心之师而连续闯祸的倒霉人 佛陀的前世则帮他一一排解 064 Venerable Angulamala being chastised by the townspeople 按古利玛拉尊者被村民责打 伊恩著 按古利玛拉尊者被佛陀度化出家之后 始终坚持四种被允许的苦行 树下柱 穿粪扫衣 井池三衣 托波起食 尤其是坚持亲自托波起食这一点 对于一个恶名昭彰 甚至需要一名国王带着大批军队来围剿的前杀人魔王而言 是非常艰苦难得的 他因为从前的罪行很难讨到东西吃 但是依然坚持 图里反应的应该就是他经常遇到的一幕 被认得他的人责骂追打 有一次他在沙瓦提成被打的头破血流 佛陀告诉他 让你承受现在这痛苦的夜 本来会让你在地狱里被折磨无数年 065 The offering of alms by the wife of the general 玛丽卡 玛丽卡将军的妻子供养波时 伊恩柱 英文可能有误 图里可能是高沙拉国王巴谢纳德的玛丽卡王后 她原来只是个制作花环的平民女子 因为布施佛陀而当身得到成为王后的机缘 后来成为僧团的著名师主之一 我个人暂时没有读到有玛丽卡将军这样的人物 代查 066 英文原文空缺 067 Heretics Parade in Town W.I. 沙门在村子里游行 伊恩柱 这个英文疑似和第零四五重负 也和图中内容不符 从图的内容推测 可能是反映当时一位附加公子出家后 他的父母因为后继无人 怕财产被充公 所以要求他和前妻生育一个后代做继承人 那时候佛陀还没有正式制定有关玉邪行的波罗一戒 这位比库就应父母要求和前妻如此行事 而遭到众人非议 佛陀从此制定了相关的戒律 068 英文原文空缺 069 英文原文空缺 070 The Buddha and the Wondering Aseptic Body Yodha to Korea 佛陀和尤方沙门巴西亚 达图卡瑞亚 伊恩柱 巴西亚原来是一名商人 出海经商七次都平安 第八次遇到海南 他趴在一块木头上漂流到苏帕拉卡 这个地方身上衣服全部烂光了 于是他用树皮做了一件外套 如图那样 在当的起时 这种打扮和举止让当的人把他当成了一名修行者 而给予了极大的尊敬 他也逐渐因此误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阿拉罕了 一位天神因为有一事和他是同范行者 所以建议他去找佛陀以便得到真正的利益 在那位天神的帮助下 他一夜之间就来到当时佛陀所在的沙瓦提城 见到佛陀的时候 他情绪太过激动的请求佛陀为他说法 佛陀为了让他平静下来 就说 这是托波的时间 不是说法的时间 拒绝了他二次 巴西亚平静下来 回答说人生太过无常 不知道何时就会死 所以坚持让佛陀立刻教他 佛陀知道他的命运 于是当场对他说法 他即刻证悟阿拉罕果 佛陀认他是从听法到证果速度最快的人之一 在佛陀离开之后 他就被一头怀孕的母牛顶死 他和上缅帝零五一图的普库萨提国王一样 前世都是嘉业佛教法时期的人 当时有七个修行者到山上去 绝一不正道就死也不下来 其中一位证悟阿拉罕果 一位证悟阿那罕果转身犯天界 就是上缅帝道那位天神 其他五位都饿死了 其中二位就转身为巴西亚和普库萨提国王 他们都是被同一头牛顶死 这是他们从前一起做过的一个恶业的果报 因为巴西亚在过去世中从未不施过一波给比库 导致他今生的福报不足以支撑到获得一波而从佛陀受界出家 所以佛陀虽然知道他已证阿拉罕果 最后却并没有对他说出那句著名的 善来 比库 不过佛陀依然让其他比库为他造塔供养 A.I.24 U.D.I.10 U.D.A.77 F.F.A.I.156 F.F.D.H.A.2 Banished by His Children 佛陀教了一手祭祀给一位被自己孩子赶出家门的老婆罗门 E.N.Ju 南传法剧经典故中有此事的记载 这位老婆罗门辛苦养育了四个孩子 每个孩子他都帮他们成家立业 后来他老了 所有孩子却都彼此推脱善养责任 他最终被逐出家门 佛陀教他一手祭 让他等孩子们都在众人忠实 当众被送 这手祭主要是提到辛苦养大自己的孩子 结果还不如手中手杖 起码可以引路驱苟 众人听后纷纷谴责 孩子们也深感惭愧 于是就接父亲回家供养 那位老婆罗门感恩世尊帮他 将世尊请到家里供养 世尊对他说法 让他证悟了出国 后来他随世尊出家 证悟阿拉罕果 《藏传》 《百叶经》 《藏版》 《藏版》最初译字唐朝汉版 中也有类似记载 但是孩子的数目继位七个 072 The Buddha Nursing The Sick Pick 佛陀亲自照护生病的比库 伊恩柱 当时有位比库得了利己 躺在自己的食尿里无人照看 因为他被认为是对僧团没有贡献的 而且估计味道也太重 如图远处有位比库就眼鼻 世尊让阿南达尊者取水来 并亲自为这名病比库清洗 之后他集合僧团说 你们出家再无父母 如果不相互看护 谁会来看护 对于病者 应如同看护佛陀一样看护他 并且为此制定了一条戒律 比库有病者 如果僧团无故不安排看护 犯、恶作 分MV8.26分 A5-123-24 073 KING BEEN BY SARAH IN THE PRISON CELL 兵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 E恩著 英文原文是如此 但是很可能不对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描绘 兵比萨拉国王在牢房里被割足的图 更吻合经典里的记载 但相貌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同一个画家不太可能画出二个头发胡子 颜色外观都完全不同的 兵比萨拉国王 个人根据图中内容 推测可能是法聚精344 四季的记录 当时摩赫加叶尊者有个弟子已经出家病症的第四禅纳 但是因为对一个金匠亲戚家里的东西起了贪着 又还俗了 后来在俗世轮位小偷并被逮捕 即将被处决之前 他遵照摩赫加叶尊者的指示 收设心念 专注所愿 并且进入了禅纳 执行者被他入定时的姿态所触动 于是向国王报告 国王也下令释放了他 佛陀知道之后说他 以前既脱离了戏父 却又回头重新惹上所有的戏父 后来他又重新回到僧团 精进修行 证悟阿拉罕国 074 The slave woman reproaching the heretic for bathing in the river Ganges at Dome 身为奴隶的女子则被一名沙门 于黎明时分在恒河里洗澡 075 英文原文空缺 076 Monastery Donner Visaka and her father in Low 大讲堂的施主维莎卡和他的公公 Ean 这位维莎卡女士号称是 布施第一的女弟子 说她是大讲堂的施主 是因为著名的陆母讲堂 就是她新建布施的 有一次她去寺院里听法 把一个珍贵的首饰遗失在寺院里 她把这是为一个做布施的提示 决定卖掉这个首饰换成如法资具布施给僧团 但是没人能买得起 于是她自己掏钱回购 然后用这笔资金新建了 陆母讲堂 布施给僧团 分4比161 可能是因为居住条件太好 有些比库住在这里的时候变得比较放逸 急急隐隐于一些世俗杂事 木剑联尊者在佛陀的建议下 用教指令整个讲堂发生了一场地震来警醒他们 途中是她的公公弥迦罗 那时候她的公公还是外道的信徒 对佛陀的僧团持排斥态度 当时她正在用精致容器吃一种蜂蜜米粥 见到一位比库前来托波 却佯装不见 于是维莎卡对这位比库说 我公公正在吃不干净的东西 她的公公因此恼怒的要赶走她 后来众人都裁定是她的公公 弥迦罗部队 弥迦罗于是又想挽留维莎卡 维莎卡提出要请佛陀到家中来供养座位留下的条件 佛陀前来应公说法的时候 她的公公躲在帘幕后面听 当场震的出国须陀喊 从此她说要尽为莎卡如同母亲一般 零七七 The Buddha and Sumona Daughter of the Wealthy Men 佛陀和长者之女 苏玛娜 伊恩著 经典里有好多个同名的苏玛娜 这位应该是前高沙拉国王的女儿 现任巴谢娜的王的姐妹 她有一次带着五百位侍女和五百辆战车前来访问佛陀 求问佛陀 两位在信念 道德和智慧方面都相当的弟子 一个有不失 一个没不失 他们之间是否会有区别 佛陀回答说他们无论身在天上或是人间 有不失者在寿命 外貌 荣耀 快乐和权力方面 都要胜过无不失者 这种区别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证悟阿拉罕果位置 A332F 注释里说 她之所以会这么问 是因为她看到了王宫里二个婴儿的谈话 一个是王子 一个是宫女的儿子 二者的床铺高低豪华度都悬殊很大 但他们前世都同是比库 而王子记得自己的前世 知道另外一个婴儿之所以今生地位比他差 是因为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 所以正在对另外一个婴儿说法 A2595F 这位苏玛娜的过去生曾经把乳洲藏在茉莉花团中 放进当时的维巴西佛的波鱼里 用这种方式得到了那次供佛活动中手工者的荣耀和功德 他当时依此发愿生生世世都生带茉莉花香 并且都叫苏玛娜茉莉花幸福者 他那生也很快得到果报 成为一名将军的妻子 苏玛娜事后他祖母到过世之后 就和巴谢那帝王一起来见佛陀 在那次开世中 他证得阿拉罕果并且出家 他从前证得出果须妥喊时 他从前证得出果须妥喊时 感谢阿拉罕果isa 我给你发生的娜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